Six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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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x4 Sixx3 Sixx3 Sixx4 Hi 大家好 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要教大家適合懶人跟新手的快速備餐料理 今天總共會分享四道健康又美味的餐點 每一碗都是高蛋白質高鮮又非常的方便 讓運動後飢餓的朋友也可以掌握黃金30分鐘 快速做出好吃的健身料理 健身後的餐點怎麼吃呢 建議蛋白質抓一個手掌大小 澱粉的話大約是一個拳頭的量 接著讓你的蔬菜佔滿你半盤的一個份量 今天搭配的是這一款 小模仿的蔥蒜風味油 小模仿蔥蒜風味油三大特點 一醃製肉類海鮮可以增加風味 取代蔥蒜食物 二氣炸前噴一下使食材更均勻的上色 三高發炎點適合氣炸烤箱熱拌等料理方式 所以像是我這種重口味的人 不用花時間還在這邊切蔥蒜 就是直接加上這個油 料理就會散發出很獨特的風味出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準備開始跟走料理吧 Go 第一道教大家的是百里香蒜烤雞胸 將雞胸加入適量的鹽及黑胡椒 抹完之後 插上喜歡的香料 加入的是小模仿的百里香 以及紅辣椒粉 加入一匙蒜風味油 可以達到去腥的效果 可以達到去腥的效果 按摩放入冰箱 醃製15分鐘以上至數小時 烤箱或者是氣炸180-200度 烤約15-20分鐘 確認一下裡面熟了之後就好囉 第二道料理是氣炸五香蒜味雞塊 雞腿肉去骨切塊之後 加入鹽及黑胡椒 適量的小模仿五香粉 均勻的用手按摩 按摩均勻 放入冰箱醃製15分鐘以上至數小時 氣炸前噴一下小模仿蒜風味油 可以達到去腥 以及讓食材均勻上色的效果 氣炸180-200度 15-20分鐘 中間可以翻個面喔 真的是預熱順放香氣耶 氣炸的時候香味超濃的 最後可以擠一點檸檬汁 灑上七味糖心籽增加風味 完成 再來是氣炸蒜味鮭魚條 將鮭魚切成溢入口的大小 並以鹽胡椒醃製 灑上一點小模仿的檸檬椒鹽 增加風味 氣炸前噴一下小模仿蒜風味油 可以達到去腥 以及讓食材均勻上色的效果 氣炸180-200度 15-20分鐘 中間可以翻個面喔 盛盤 淋上檸檬汁 撒上一點氣味 糖心籽增加風味 超好吃的氣炸鮭魚條完成 蛋白質主食OK囉 接下來教大家做義式蒜烤綜合食蔬 準備你喜歡的蔬菜 準備你喜歡的蔬菜 南瓜 彩椒 櫃 等切成小塊狀 在表面加入鹽胡椒 加入小模仿的百里香 淋上蒜風味油 均勻的淋上 烘烤180-200度 15-20分鐘 取出即可享用 接下來是蔥油熱拌玉米筍 以及秋葵 玉米筍及秋葵切塊之後 燙個2-3分鐘後 起鍋 起鍋後撒上鹽 淋上蔥風味油拌一拌 超香的 馬上讓水煮纖維大變身 再來是蔥油熱拌木耳 及綠花椰菜 木耳區蒂頭 與綠花椰菜切成液入口的大小 熱水煮滾之後 加入鹽巴 綠花木耳以及綠花椰菜 約等待2分鐘 取出 撒上一點鹽 淋上蔥風味油 直接熱拌 超好吃的燙纖維菜 美味享用 配菜的部分結束啦 接下 接下來在 Bonus 教大家一道氣炸 雙胃咕咕 可以準備你喜歡的菇類 切成小塊 放在烘焙紙上面 灑上檸檬椒鹽 或者鹽胡椒 氣炸前噴一下 幫助食材均勻上色 外表更酥 氣炸180-200度 約15-20分鐘 取出後即可享用 可以當成主食 也可以當成配菜 接著教大家煮蛋 從冷水就要開始煮 滾後等待7-8分鐘 切開 完成 煮熟 煮熟 格餅 考慮 想要 放在烘焙紙上 貼紙 從那裡 中間 天使用 arsi 小心 陳年 生 好,那現在有四款健身餐一次做好 不禁讚嘆自己,小出身無物,減脂瘦身也可以吃那麼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氣炸鮪魚 嗯!嗯! 好吃! 好好吃喔! 欸,真的有那個蒜香的味道欸 因為它那個皮有一種經過氣炸的酥脆感 然後外面就是因為我有加一點檸檬跟那個七味粉 所以超香 我覺得那個蒜油的那個味道在我口中這樣爆 就是也是吃得到那個有一點蒜油的那個香氣 但我沒有加的很多,但它剛好跟那個鮭魚的油脂融合在一起 非常的美妙 然後我現在要來試吃這個用蔥油拌的蔬菜了 嗯!淡淡的蔥油的味道 真的讓水煮的蔬菜更好吃欸 現在要來吃吃看這個氣炸五香雞腿 剛剛給它氣炸出來的時候我就偷吃一碗 那個五香粉的味道真的很棒 喔!越嚼越香有沒有 那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因為這道料理呢,就是我沒有另外加蒜頭 因為我有穩一點那個蒜油 所以我覺得那個蒜的香氣還是有十足的爆發出來 嗯!可以上這個也是用蔥油拌的蔥菜 嗯!烤雞胸肉 那這道料理呢,我用烤的,但是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 這個雞胸肉呢,接了我淋上蒜油,然後灑一點香料粉 嗯!嗯!我覺得那個香料粉的那個點綴非常的棒 然後蒜的味道雖然沒有到很多 但是其實你還是可以有那種蒜頭感 雖然沒有加蒜頭,所以很神奇 嗯!那個蔬菜這樣超好吃的 喔!嗯!欸!欸!那這道料理呢,就是 我特別是為不吃肉的各位來設計的 因為我自己還蠻常用氣炸鍋來氣炸杏鮑菇啊 然後五菇也很適合 那個檸檬椒鹽,整個就是畫了什麼點睛欸 我很喜歡用蔥油拌的蔬菜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一般你吃水煮蔬菜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可憐 然後要吃這種沒有味道的食物 所以其實我的用量都是有一點點 然後都可以讓那個美味怎麼大升級 嗯!那這個蔥油跟蒜油 我覺得真的是依一個人喜好 因為我平常就是在做鮭魚或者是雞肉這些料理呢 我都是加蒜頭 所以蛋白質主食我比較偏好是加蒜油 那如果是纖維類的話 我覺得拌一點蔥油可以完全增加那個整體的口感 那今天的料理教學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有學到這些簡單又快速的備餐方式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阿板 您啦 阿板 我們下次再見囉!